近日河北唐山烧烤店恶意伤人事件和多项对涉黑案件的实名举报引发社会公众的关注和讨论 根据最新的消息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中的涉案9人全部执行逮捕 被举报涉黑的酒吧4名嫌犯均被抓获 敲诈勒索唐山蛋糕店的两名主要嫌疑犯也已落网 愤怒之余总算看到了实质性的进展 但其实我想说的是 我们每个人在小时候家长和学校就会教的是 如果遇到坏人一定要报警 这是司法机关长期以来通过不懈努力让社会治理水平和治安状况 明显改善提升而赢得的尊重和信任 这背后是整个司法系统的努力 是无数个民警做出的牺牲和奉献 这种信任不应该也不允许被动摇 但随着网络的发展 网络实名举报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问你 为什么 如果能通过正常渠道得以解决 谁会愿意拿着身份证抛头露脸进行网络实名举报 靠网络舆情来倒逼执法维护自己的权利 网络问法只能是一种纠骗绝不能是一种替代 自6月12日起 唐山在全市开展夏季社会治安雷霆风暴专项整治行动 早会出了绝不是一阵风的事 唐山多起实名举报背后的根源问题必须彻查 法的微信绝不可流失于任何一个地域间 更不能让网络实名举报成为全深渊的最优秀